你没看错 我在咖啡厅 桌上有咖啡 有薯条 还有电子套件 这不是实验室 也不是Maker展 这是台北华山文创园区 一个适合放空 发呆 还可以边喝咖啡 边焊接的地方 今天就带你来看看 电子创作有多文青 多生活化 还有多么的疗愈 这是我上次在光华商圈 电子材料行买的 幸运转盘DIY套件 全部加起来 只花不到200块 你可能会想 焊接这种东西 不是要电烙铁吗 要插座吧 要专业工作桌吧 不 我只用行动电源 一只迷你烙铁 就能坐在户外 把它完成 这就是今天的装备 套件一组 车梁工具 迷你烙铁 行动电源 外加一份热腾腾的薯条 跟美式咖啡 有没有一种奇怪的组合感 但这就是我理想的周末 在阳光下焊接电路 欢迎来到这位帮 我是宝咖咖 接着看怎么做吧 首先先吃点薯条补充体力 首先先看套件包里面有什么 包装里面有电子零件与电路板 还有一份焊接说明书 这是电路的原理架构图 并说明焊接时的注意事项 这是电路板零件配置图 上面有对应的零件编号 下面就是编号对应的零件规格啦 所以第一步先把零件找出来 这是电阻 可以从上面的射码环来确认规格 我们拿出鞋口前 把电阻的角剪下来 可以看状况剪短一点 焊接的时候更顺手哦 电阻的射码不好辨识的话 你也可以用电表或LCR捏子测量电阻值哦 确认好电阻编号对应的位置后 就可以把电阻角折弯 插入对应的电路板上 再继续测量每一颗电阻 把所有的电阻都插上电路板之后 拿出纸胶带 把电阻暂时固定 这样焊接的时候 电阻就不会位移逃跑啦 接下来拿出焊接工具 先把休眠烙铁架组装起来 电路板下方订个东西 这样焊接就不会伤到桌面了 拿出数位恒温烙铁 把休眠线插上行动电源 再插上烙铁用的矽胶电源线 另外一端插上数位恒温烙铁 就可以开机使用啦 你看只要3秒就可以达到工作温度了 沾湿的木浆棉可以在焊接时随时清洁烙铁头 现在就能拿出焊席丝进行焊接了 烙铁先触碰焊角 预先加热 再把焊席丝加进去 当我们在焊接的时候 助焊剂挥发会产生一缕白烟 所以建议焊接在通风的环境下进行 也别担心吸到白烟会有危害 这种风险程度大概是跟晒太阳会致癌一样的低风险吧 如果你用的是有铅焊息丝 焊接的温度也完全不用担心会挥发 所以请放心焊接哦 再来我们挑IC来焊接 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先是电阻 再来是IC呢 我是依照零件的高度来决定先后顺序 电阻最扁 IC次之 最后可能是最高的电容或LED 这样从扁到高的零件来焊接 在插入零件跟固定零件之上 会顺手很多哦 安装IC时如果发现脚位比孔洞宽 可以用钳纸调整内缩一下IC的角针 这样就可以顺利插上电路板了 接下来再高一点的零件就是触摸开关 再来焊接电晶体 电晶体黑色区域会有型号跟方向 再对照说明页的编号 稍微把焊角张开一点 来顺利的插入电路板内 一样贴上纸胶带固定 然后焊接 再来是封鸣器 这应该是无原型封鸣器 不需要看极性 但既然都标示了 就按上面的正负极来放吧 贴上纸胶带固定 再进行焊接 接下来再高一点的零件呢 是滑动开关 一样插入电路板 胶带固定 焊接起来 接下来是电解电容 电路板上有标记正负极要注意哦 电解电容同身有标示极性 确认后再插入电路板进行焊接 再把焊接后多余的角位剪掉 这样电路板就干干净净的啦 就不会干扰接下来的焊接动作 啊忘记了 还有一个陶瓷电容没有焊到 你看因为陶瓷电容比较矮 所以插入电路板时 就比较容易被相邻的电容挡住 这就是我为什么会从矮的零件 开始焊接起的原因啦 再来是钮扣电磁盒 最后一个零件了 LED 注意电路板上的正负极编号 LED的长角是正极 短角是负极 记得别接返哦 把所有的LED插好之后 发现太多颗LED了 胶带不知道怎么样下手固定 所以这里用另一个绝招 先把LED都焊接一只脚 焊接后发现LED都是歪的 怎么办呢 不用慌 用手指顶住LED 然后再利用烙铁重复加热 刚刚焊接的焊点 透过手指往下压 这样LED就正常不歪啦 依序同样的手法把每颗LED都扶正 你看LED都乖乖站在位置上了 接下来把LED的另一只脚都焊接起来 再把多余的脚剪掉 终于这样就完成焊接啦 装上两颗扭扣电池 看到亮灯了 滑动开关可以开关机 但这个音乐感觉有点舒气耶 我就先把音乐屏蔽掉好了 按下触摸开关后 会随机产生其中一颗LED亮灯 你可以在LED旁边写上号码 就能挑出乐透号码啦 或者写上附近的餐厅 中午就可以知道要吃什么午餐了 就像自己煮了一台小型命运机器 按下去就转动一圈 有一种不确定的期待感 烙铁使用完直接用防烫矽胶帽收纳 而且你有发现吗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用电源插座 全靠一颗行动电源就搞定了 产生的垃圾也记得要收好丢弃 不要在外面产生多余的垃圾哦 好啦可以一边享受美食与咖啡 一边欣赏自己花半小时制作的电子套件作品 这种成就感比滑手机快乐多了 我知道很多人以为电子创作很硬 很工程很遥远 但其实现在的DIY套件设计很人性化 你不需要是电子系毕业 只要有兴趣就能开始 而且不一定要坐在工厂或实验室里面 户外咖啡厅、公园、户外桌 只要一颗行动电源就能开工 它可能不是什么重要的科技突破 但对我来说是一段自由、纯粹的创作时间 你也可以试试这种生活中的电子创作哦 喜欢这类生活实验风格的内容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是宝咖咖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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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